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据统计早在十年前 我国的独生子女的总量就达到了1.45亿 那么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年 这些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 他们开始承受巨大的给父母养老的压力 这个压力可能大到我们都想象不到 首先就是经济上的压力 上一代的父母 他们基本上一辈子做着一个稳定的工作 那个时候的收入差距都不大 基本上他们退休之后 每个老人能拿个几千块钱的退休金 就是一个平均水平吧 没有什么大富大贵的 那这些年呢 他们虽然省吃减用可能会有一些积蓄 可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孩子 80后90后的独生子女 正好赶上社会的变革 教育改革 房子的改革 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上学 尤其是买房子 因为要自己买了吗 单位不分了吗 几乎就用光了父母所有的积蓄 好多用光了还不够 也不过是赋予的首付 而且那一代的父母啊 其实当时这个保险行业也不是很健全 这个行业不是很健全 大家也没有这种保险的意识 基本上就靠一个社保医保 所以呢也没有说这种保险的支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 如果一个老人生病 动辄是几十万的花销 真的是一个家庭很难承受的重担 因为80后90后也是有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房贷要还 所以有一句话说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中年家庭的岁月静好 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除了这个经济压力之外啊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种生活照料上 在老年人里多发的病比如说中风 还有一些患这种叫阿尔兹海默症 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 这个都是需要长期身边有人照顾的 我之前在北中一读书的时候啊 他就讲到这个康复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啊 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如说中风的老人 他躺在床上四肢是不能自由活动的 那么就会经过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康复训练 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只要他的上肢能活动 就算是一个巨大巨大的进步 我当时就有点不理解啊 因为你还是躺在那嘛 他说如果一个人上肢不能运动的话 那么他一日三餐都要有人喂 就需要24小时有人贴身照料 可是如果这个老人上肢能动了 那么他躺在那种床上能够自动升降的 他上肢能动他自己就能吃三顿饭 可以开遥控器看电视 白天的时候就不需要有一个人贴身照顾了 这对孩子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解放 那除了这种比较需要长期照顾的病例啊 就算是老年人身体比较健康 但他毕竟老了身体弱了 再加上呢 他跟现代社会的这种脱节啊 你哪怕让他去医院开个药 做个检查 手机挂个号 其实都是挺难的一件事 我看到这篇文章里 他就讲到一个独生子女啊 他说我每个月啊 都要跟领导请大半天的假 干嘛呢 去医院帮我父母开药 人家说你父母能也能走路啊 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他说父母啊 就是用手机首先就不是很灵活啊 不是很熟悉 然后到了那一个医院 各个科上上下下的跑 他们真的是搞不定 而且我都不带他们去 带他们去啊 就是你去领药的功夫 他可能突然想上厕所 如果你不能很快的领他去 到卫生间他可能流尿在裤子里 所以这种情况啊 其实看上去没有什么大病 但是也需要子女 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料呢 第三个呢 就是不可忽视的啊 就是这种精神上的慰藉 人老了嘛 面临生老病死 这种心态啊 都会变得特别的脆弱 尤其是原来是两个老伴 有一个人先走了 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 那么这个独生子女的孩子 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他会在精神上极度的依赖这个孩子 甚至呢 他有的时候会 也不能叫装病吧 反正就是跟小孩子一样 去寻求各种关注 这个呢 也把这些独生子女 搞得压力很大 而且很多孩子也说啊 他说其实 我知道我应该赡养老人 我妈妈就剩我一个亲人了 但是我把他接到家里啊 真的是生活习惯也不一样 然后对孩子的教育里面 也不一样 没办法 只能在同小区 再给他租一个房子 但是呢 这又增加了我们的生活的开支和成本 真的很让人为难了 所以上面啊 真的是我们讲的这个独生子女 特别不容易 这个你童年的时候 获得了父母百分之百的宠爱 那么到中年的时候 你也要对父母负起百分之百的责任 没有人可以分担的 那现在好了 国家二胎早就放开了啊 所以我身边如果有朋友想生二胎 我都是非常非常的鼓励他们的 真的孩子未来有一个兄弟姐妹 可以共同承担很多责任和压力 真的是件特别好的事呢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 在下面给我留言